各位同學 接下來我們要來進入到 所謂的清朝統治的時期 清朝統治時 台灣的時期其實很長 200多年 等于是从清朝统治的第一个皇帝 康熙就一路一直到什么 到最后到这个甲午战争 1895的时候 割让给日本这段期间 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 两百多年的时间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分成前期跟后期 中间的切割点呢就在于说 台湾开始 有没有开始开港同商这件事情 好首先我们接着 从上面的这个前面这个正式时期接着 最后施朗击败了正式家族 但其实一开始 在施朗在控制台湾的时候呢 康熙对于要不要接受台湾这件事情 其实有很大的疑虑 因为他认为台湾毕竟跟中国不是连在一起 他跟他中间隔一个台湾海峡 所以很多的大臣都主张说什么 台湾是一个没有开化的地方 你看那边那么多生藩 那么多原住民 汉人又少 你要自己台湾要花很大的力气 而且别忘了找起 那个地方还是什么 郑成功 郑氏家族统治的地方 反清复明的思想 深根蒂固 你如果控制他们就没事 被他们反 不是很麻烦吗 而且对中国来讲 台湾地方小 没有什么平原 山多 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多数主张放弃台湾 但是说施朗就只能提出什么 没有啊 当然很多人认为说施朗 他可能认为自己的失心 因为毕竟台湾是他打下来的 那另外呢 这个所谓的什么 这个台湾的这个土地呢 其实当时是被认为要由施朗来控制的 所以他主要就提出很多的方向说 台湾其实是东南沿海 中国东南沿海门户 你看看之前荷兰人统治 郑成功统治 对于清朝 怎样 是多大的一个心腹大患 而且也有可能变海盗的聚集地 你如果不控制 要不就是下一个郑之龙 要不就是下一个郑成功 要不有可能就是其他的外国势力进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台湾给掌控好 那康熙想想也是没有错啦 所以后来就接受了什么 施朗的意见 所以台湾从清朝时候才正式进入到所谓中国的版图之中 这个过程呢 在历史上就叫做台湾汽流论 台湾汽流论 好那清朝把这个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呢 他其实一开始就提出了很多的一些政策 这些政策其实我们总体方向看到就是它是比较消极的 因为刚刚讲我都在吵要不要对不对 你今天这个交一个女朋友 结果你当初心里内心自己在挣扎说 我不知道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有点想要有点不想要对不对 那你跟他相处过程就会很这样很消极嘛 就是找你去约会有点不想 想在家打电动等等等等 那清朝那个时候的态度也是这样 差不多我本来就不是很想要 那既然逼不得已要了吧 那我也不想要那么认真的去治理他 而且当时又为了严防当地 反清父母的势力起来 所以清廷颁布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禁令 叫做渡台禁令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了解到 好渡台禁令前面有几个部分 几个部分 但是它最主要就是三条 第一个就是说不准偷渡来台 不准偷渡来台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来台必须要申请什么 政府要开证照给你 以之前是没有差嘛 你要来台湾想要出海 出海捕鱼捕鱼 就不行到台湾来了 这个可以 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因为台湾你是清廷的版图 你要到台湾来一定要官方许可 而且不许攜带战胆来台 代表说什么 你就是单身了 你不准把你的妻子 老爸老妈小孩都带来 你要来就是自己一个人 而且基本上当时要出海就是男生啦 女生要出海的机会不大 所以等于这两条规定就是变成什么 只有单身男子才可以到台湾来 好第三个 不准所谓的客家人来台 不准所谓的客家人来台 这个老师为什么 同学都老师为什么 客家人就是跟那个蜻蜓有仇吗 没有 这个主要是因为有几种说法 这个当时主要这个是市长积极建议 他说客家人大多都是什么 海盗居多 都是海盗 所以海盗你要到台湾来 就是又被把台湾搞的都是海盗的这个的势力 所以不准客家人来台湾 那当然也有一说法是什么 市长自己本身是闽南人 闽南人 所以他跟客家人之间的恩怨比较多 所以他就不希望客家人来台 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杜台禁令这个颁布之后 客家人到台湾来的比例就开始下降 所以现在在台湾客家人的的人数相对是怎样 比较少的 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些状况都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刚刚讲了 多都是单身男子来台对不对 所以导致台湾男子的人口越来越怎样 越来越多 所以男女比例就怎样 失衡 刚刚讲单身男子来台之后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所谓的罗汉角充斥的现象 什么叫罗汉角 罗汉角就是 现在如果网路上讲就是鲁蛇嘛 对不对 鲁蛇 就是没有成就 又没结婚 没有女朋友很可怜 没人家哭哭哭 哭不爽 然后大家一直挑衅你 对不对 挑衅不开心你就想打架 对不对 你看这个网路上的肥宅都比较气愤之类的 就没事就在那边过什么 什么FF团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每次就起来就说什么 就要破坏人家恋爱之类的 那当时罗汉角也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心情不爽 没有女朋友就没死起来就这样打架 所以造成当时台湾的什么 民乱跟泄斗都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这三块是绑在一起的 你要注意一下 罗汉角多 男多女少 男多女少刚刚讲的 也因此找不到女朋友 对不对 那另外民乱也多 这三个都受到镀台精力的影响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那另外注意一下 虽然说有这个镀台精力 但是有些人为了生存 他还是会怎样 还是会偷渡 所以你说当时台湾完全没有偷渡人才吗 他偷渡的人吗 其实还是有的 还是很多人偷渡 而且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清朝是什么消极制台 你既然消极你颁布的政策 你会不会积极去执行 不会还是一样消极 所以这个镀台精力虽然颁布 但他管制上没有到严格到那么夸张 所以偷渡来台湾的人还是怎样 很多 一直到1875年的时候 这个镀台精力才怎样 才正式的废除 所以等于是说什么 等于是说整个的什么 整个的台湾当时呢 就是什么 就是受到镀台精力的影响很大 将近怎样 也是一样大约是一百多年 两百年的时间 两百多年的时间 好